一个年轻人满脸脾气地问道 哥们 你的车和枪都是哪来的 张义冷笑 祖传的 几个人手里牵着狗 目光交流 仿佛是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撤退 可是眼神落在那辆雪地摩托车 和周海美的脸上之后 那股浓重的贪婪之色又出现了 雪地摩托车 可是如今顶级的交通工具 比狗强太多了 至于女人 她们也很需要 正所谓保暖私营育 她们解决了食物方面的问题 那么 另一种原始的欲望 就开始占据大脑 村子里也有女人没错 可是那种村姑 怎么比得过周海美 这种保养的很好的明星 一脸脾气的男人叫徐兴旺 她揣着手对张义说道 哥们 这里是我们徐东村的地盘 你想过可以 我们给收个过路费 她伸手指向雪地摩托车 与周海美 车子跟女人 你得留下一个 张义没想到 这群人这么野 难道当她手里面的枪是摆设 她皱着眉头 冷笑着问道 你们看不到我手里有枪 四个人看了看彼此 活到现在 而且敢带着狗出来的 哪一个是善茬 为了争夺粮食 他们跟隔壁村 不知道打了多少回 胆子大得很 另一个带着沾帽的兽子 指着张义骂道 你他娘的吓唬谁呢 我们四个人 八条狗 你的枪里面有几颗子弹 把女人跟车子留下 可以放你一条活路 不然 你试试看 张义的眸光越来越冷 她的余光 看见江面上 还有人在朝着这边赶来 这里的江面不到一百米宽 对岸就是徐家镇 如果他们的人赶过来 很快就会把张义给包围住 到时候 张义能保得住自己 可是疯狂的狗群 说不定会把周海梅给撕碎 她迅速吸了一口气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事已至此 没有必要再谈了 张义的左手当中 一把手枪滑落 她突然之间出手 双枪对准四个人的脑袋 连发四枪 这四个人连挣扎一下 都没有做到 瞬间脑袋血花 蹦间倒在了地上 而没有了人牵着 那八条狗 朝着张义与周海梅 就吼叫着冲了过来 劫仇徐家镇 枪声并没有下退这些疯狗 反而让他们更加的兴奋 刺着牙朝张义和周海梅扑了过来 周海梅下的失声尖叫 眼瞅着就要被疯狗给咬到 张义一咬牙 先出手 把他那边的两条狗给打死 肩部绒发之间 剩下的六条狗 已经扑到张义跟前 开枪已经是来不及了 刺猿之门 张义大喝一声 在自己的面前 打开了一空间之门 咻咻咻 狗叫声迅速地消失在了原地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如果自己不小心被这些狗 咬到手臂没有防护的地方 怕是要掉一大块肉 而且 还有很大的概率感染病毒 不过 这是他第一次 在面临险境的时候 把一空间的能力应用于实战 的确是好用 简直堪称防御力逆天的技能 那群狗在他的一空间里面 只需要待上一阵子 就会因为身体技能的停止 以及缺氧而死掉 大型犬的体重 也有四五十斤 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试验品 观察他们的死亡时间 以此来判断 一空间之中的时间流速 和现实的差异 张义平复了一番自己的情绪 远方的冰面上 已经看到有人 朝这边迅速靠近 张义知道 此地不能久留 否则来的人多了 说不定就会产生大麻烦 他赶紧把下滩的周海美扶起来 放到雪地摩托车上 然后载着他扬长而去 离开的时候 他顺手把打死的那两条狗 也给收入了空间之中 张义离开之后 周大海带着人姗姗来迟 一群徐东村的人 看到四具尸体 眼睛里露出了 无比悲痛的神色 在听到枪声的时候 他们就察觉到不对劲了 徐大海语气沉痛地说道 我早就说过了 遇到不明来路的人 不能急着出手 这下子可好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地上的四个 都是徐东村的年轻一代 没有那么稳重 虽然徐大海劝阻过他们 但是四个人觉得 不能错过时机 就坐着狗拉雪 敲过来来路 结果 全部命丧于此 旁边的徐满精看了看周边 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狗呢 狗都哪去了 村子里的狗 都是他们训养的 狗这种东西 是狼眼辫来的 群居意识非常强烈 认定了主人之后 轻易不会背叛 所以 他们全都逃跑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其他几个人望向四周 没有发现一条狗的影子 不对劲啊 这也太奇怪了 那个人很有问题 他有雪地摩托车 身上还带着枪 肯定不是一般人 徐大海阴沉着脸 这一次是他带队出来的 现在人死了 宝贵的狗 也丢掉了八条 回去之后 他很难跟村子里的人交代 不管怎么样 杀我们徐东村的人 这件事情不能这么老了 事情有些诡异 那个人说不定和春雷一样 有超凡的本领 我们还是回去 请村长拿主意吧 大家火点了点头 然后带上这些尸体 回了徐东村 徐家镇最东面的村子 就是徐东村 如果从远处望去 你会惊奇地发现 在茫茫雪地上 竟然出现了一座座 鼓起来的球状冰屋 数百座大小不一的冰屋 聚集在一起 而最中间 却是一座 用洁白的雪砖 搭建成的白色城堡 没错 就是那种 霓虹国动漫中 常见的城堡 整个徐东村 建立在大雪之上 以白雪城堡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 美丽的冰雪王国 城堡里面同样华丽 桌椅板凳 甚至墙上的吊灯 都是用雪做成的 而此时 城堡主人的房间里 古怪的声音不时传来 爱丽 不懂事的坏孩子 是要接受惩罚的 呀 那里 那里不可以 床头上放着的笔记本电脑 散发着黄色的光芒 而被子里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男人 一脸认真的死死盯着屏幕 旁边一卷卫生纸 已经准备就绪 就在他进入佳境的时候 房门 也就是一块木板 被人给推开了 几个大汉走了进来 为首是一个 留着长胡子的威严老头 一进门 老头就喊道 春雷 出事了 正在被窝里忙碌的 徐春雷吓了一跳 原本的进程 瞬间被打算施法 一下子人都软了 徐春雷慌了神 赶紧把电脑合上盖子 可是里面的声音 却依旧从被窝里传来 根本遮掩不住 进门的几个大汉 满脑门的黑线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急着过来 找徐春雷商量要紧事 结果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几个徐东村的长辈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瞬间尬住了 徐春雷急得满头大汉 恨不得把电脑给砸了 他一通操作 把电脑打开 输入密码解锁 然后关掉视频 做完了这些 他自己也知道 无法掩饰什么了 索性把脑袋 蒙在被子里面 不肯出去 你们进来 怎么也不敲个门啊 徐春雷在被窝里怒吼道 带头的老大爷 也就是徐东村的村长 徐东升满脸黑线 他怒吼道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对着动画片干那事 也不嫌丢人的 徐东升走过来 用力拉扯徐春雷的被子 男人变态一点怎么了 小兔崽子 你还有脸说 我都说了 给你介绍对象 咱们村那么多漂亮姑娘 不都随你挑 三次元的老女人 有什么意思 我不稀罕 两个人争执了半天 最后徐春雷的被子 让徐东升给扯了下来 身后的一群人想笑 可想到来的目的又不能笑 那种强行憋着的表情 也是难为他们了 徐春雷一脸不满地 让徐东村的长辈们坐下来 三爷爷 你们来有啥事啊 徐东升看了一眼 旁边的徐大海 说道 大海 你给他说说吧 徐大海点了点头 说道 今天我们出去打鱼 结果徐康和徐广志 徐有斌 徐希望四个叫人给杀了 听到死了人 徐春雷的表情 也是不禁变得凝重了起来 又死人了 怎么会有死人呢 周边的几个村子 不是都被教训得 老老实实了吗 徐大海沉生说道 这一回 不是咱们徐家镇的人 是将对岸的人物 他仔细地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给徐春雷描述了一遍 徐春雷听着 也是一脸的谨慎 村长徐东升说道 那个人太厉害了 四个人 八条狗 竟然被他三两下 就给解决了 我很担心 这个人以后会威胁到 我们村子的安全 春雷 会不会他和你一样 都是拥有了超凡力量 徐春雷表情凝重地 点了点头 很有这种可能 虽然我是天选 也是唯一 但是 上天让我拥有了 强大的力量 就注定会给我 安排宿命中的敌人 来使我变强大 他双手撑在下巴底下 一脸的深邃 或许 这就是我走出 新手村的第一个考验 徐东升等几位前辈 听着徐春雷的话 有些无语 好在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这种表达方式 徐东升说道 整个徐东村姓徐的人家 都是同宗同族 族里人被欺负了 我们就得打回去 谁要是杀了我们徐家的人 无论如何 都得让他血债泄肠 春雷 这个人太厉害了 我们不好对付 所以就靠你了 其他长辈也笑着 对他竖起大拇指 是啊 你可是天选之人 徐家现在就靠你保护了 你可一定不要 让我们失望啊 被大家伙这么一吹捧 徐春雷的下巴都 快扬到天上去了 他一手捂住右眼 声音低沉地笑了起来 哈哈 放心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吧 我也想要看一看 我全力出手的实力 到底能强大到什么地步 另一边 张义带着下傻的周海美 一路飞驰向月路小区 他的心情并不好 徐家镇就在云雀庄园对面 一江之隔 如今陆江完全冰封起来 也就是说 对方与他之间的直线距离 不到一公里 他杀了徐家镇的四个人 那些人很有可能会过来报复 怕我倒是不怕 但是我离开月路小区 就是为了躲避麻烦 现在反而又惹上了新的麻烦 拜托 我就想找个地方 陪几个美女 过上躺平的悠闲生活 干嘛非得逼我打打杀杀 张义想了想 自己的能力 并不适合主动出击 但是论防御力 他堪称无敌 无论是他的空间技能 还是他的超级庇护所 都不是一般的人 或者势力能够攻破的 顺便说一句 张义给自己的一空间能力 取了两个很掉的名字 打开一空间之门 就叫做次元之门 吸收攻击 然后改变矢量还击 就叫做全反击 虽然原理上 来说都是最简单的能力 但是这么叫起来 听着确实很掉 出来混的 谁不得有个响亮的名号 这样才能吓唬人 区区一个徐家镇 除非是出现了 特别强大的能力者 否则对他根本无法造成任何威胁 这件事情 如果他们识去点 不要来找我的麻烦 那就算了 可若是他们自己找死 我就杀他们一个干干净净 张义心中做出了这样的打算 很快 他们就回到了越路小区 张义按捺住心中的事情 把车子听到了25栋的门口 小区里面如今安静多了 毕竟以25栋为中心的周围 一大圈楼房 全都被张义给清理了干净 如今25栋的周围 是绝对的禁区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我们到了 下车吧 张义对周海美说道 周海美一路上惊魂未定 此时心脏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 听到张义说这句话 她的心才收回了肚子里面 我要带你见的那个人 就在楼上 跟我上去吧 周海美望着年轻英俊的张义 心中不眠 有些叹息 不管年轻时候多美的女人 上了年纪之后 终究比不过年轻的小姑娘 否则的话 她还是更愿意留在张义身边 尤其是刚刚张义秒杀死人 救了她一命之后 更是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嗯 好 周海美挤出一丝微笑 心中一叹 选择了任命 找个人过日子就是这样 哪有那么多称心如意的 凑合过的了 张义带着周海美上了楼 24层楼 周海美爬得气喘吁吁 路上连着休息了两次才上来 张义进门之前 习惯性地先利用手机 查看了屋内的监控 周可儿在客厅里面看书 而有大叔依旧躺在病床上 其他没有任何一样 张义这才放心地把门打开 带着周海美走了进去 听到开门的声音 周可儿立刻抬起头看了过来 见到张义之后 她一脸的惊喜 正打算扑过来 钻进张义的怀里 可是看到她旁边 还跟着一个风韵油存的女人时 她的脸色顿时一变 出现了一抹警惕的神色 张义 你回来了 恭喜你成功了 周可儿走到张义跟前 无比熟练地伸手 帮张义脱下厚厚的防寒服 她一边脱衣服 一边打量着周海美 一眼周可儿就认出了她是谁 周海美年轻的时候 颜值可是与周可儿五五开的水准 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她年纪有些大 都快赶上张义老妈 但凡她年轻个十来岁 张义就自己留着 让她在家里干点力气活了 周可儿可不知道张义的想法 她心里面泛起了嘀咕 莫非 张义还喜欢这种类型呢 这对她而言 可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毕竟家里多了一个女人 她的地位肯定比不上过去 一个女人还可以躺一躺 两个女人一起的话 那就卷起来了 这年头 好的岗位都是一群人在竞争 好男人也是一样 尤大说 你要老婆不要 周可儿帮张义脱下衣服之后 就紧紧搂住她的手臂 一脸温柔地问道 可不可啊 要不要喝点热饮料 还是说你肚子饿了 周可儿的波涛汹涌 故意将张义的手臂夹在中间 几乎全部陷了进去 张义有些愕然 她之前虽然也很乖巧 但是头一回这么主动 随即她意识到 周可儿是把周海美 当竞争对手了 果然 有竞争才有进步啊 张义心里面暗暗发笑 以后她和杨幂在一块争宠 给便宜的就是她了 这就叫两磅相争 鱼翁得利 张义对周海美说道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周海美虽然对周可儿的敌意 感到好笑 但是她什么都没说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然后去沙发上坐了下来 张义拉着周可儿 就进入了她的房间 一进屋 周可儿就盯着张义 一脸吃味地说道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喜欢这么成熟的女人啊 别瞎想 她是我找过来照顾尤大叔的 张义笑着解释道 不过 你说我喜欢成熟的这一点 也没什么错 周可儿听着这句话 总觉得话里有话 嗯 张义插开话题 问道 尤大叔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周可儿说道 她的身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很匪夷所思 按照正常的恢复速度 起码得三个月 而且 我按照你说的 给她悄悄注入了肌肉松弛剂 却发现 那种药物 都有些限制不住她的力量 张义点了点头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尤大叔的变异 是肉体强化类型的 那她的精神状况 还正常吗 张义在网络上看到过 有些变异者 出现了负面的变异 比如说国外的那个绿色怪物 虽然得到了强大的力量 但是精神却很诡异 周可儿摇了摇头 没有啊 尤大叔看起来挺正常的 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张义放心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 她吩咐周可儿到客厅去 陪周海美聊聊天 毕竟以后 这可是由大叔的女人 需要出好关系 周可儿得知 周海美不是竞争对手 对她的敌意也消失了 她也许久没有 同意性聊过天 当即很愉快地过去 陪她聊了起来 而张义则是来到病房 打开门的时候 她看到尤大叔坐在床上 手里拿着手机 BGGI的怪笑 听到开门声 她迅速地把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 张义 你回来了 你怎么也不敲门啊 尤大叔的脸红得 跟官二爷一样 仗得通红 张义眉头一挑 顿时明白了 她在干什么 尤大叔 你刚刚是不是在读 春秋啊 尤大叔咳嗽了一声 就是随便看看 嘿嘿 没事没事 对了 你都走了一天了 在外面忙什么啊 关于庇护所的事情 张义只告诉了周可儿一个人 并没有让尤大叔知道 不过现在打下来了 让尤大叔知道 也没关系 他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 把这件事情 简单地和尤大叔说了一遍 尤大叔听完张义的陈述 也是不惊则舌 这些个有钱人 真是能倒腾的 过去我以为他们人傻钱多 才搞那种没用的玩意 谁能想到末世以来 人家真的笑到了最后 反倒是咱们成了傻叉了 张义说道 国内外富豪那么多 修建了庇护所的人 怕是也不少 按照比例来算 的确是有权有钱的人 更容易活下去 尤大叔满不在意的哈哈一笑 幸好啊 我交了你这么好的朋友 所以也活到现在 万幸万幸 看着耿直的尤大叔 张义的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如果说他在末世还有朋友 那绝对只有尤大叔一个 对了 你最近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尤大叔闻言 也丝毫不隐瞒 坦诚地告诉了张义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的确不一样了 这么严重的枪伤 我的伤口短短几天 就恢复得差不多 他掀开自己的上衣 露出有黑的腹部 上面六块腹肌非常结实 全心的体魄 健美得如同健身教练一般 虽然还缠着绷带 但是血迹已经看不到了 还有就是力气也变大了许多 尤大叔说吧 伸手抓向了铁床的边缘 一用力就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 熟铁打造的钢条 竟然被他一抓就扭曲变形 张义的眸中闪过一抹金芒 这样的力量 在近身搏杀的时候 说他能打死老虎都有人信 我现在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个怪物 尤大叔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心里面惊喜的同时 还有一些慌乱 张义微微一笑 尤大叔 你用不着担心 你只是觉醒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而已 张义给尤大叔解释了生物的变异 又把他通过全球网络得到的情报 分享给了他一些 经过他的一番解释 尤大叔才恍然大悟 明白了这一切 为了彼此信任 张义也把自己是变异者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且 他战场表演了个隔空曲物 尤大叔看得瞠目结舌 许久之后才一拍床铺 卧槽 怪不得我总觉得 你身上东西多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这一用力 直接就把屁股 张义笑眯眯地看着 心里面却是非常高兴 尤大叔能为他挡子弹 毫无疑问值得信任 而尤大叔越强 以后对张义的帮助也就越大 这个时候 人情世故也就体现出来了 张义对尤大叔说道 尤大叔 你要老婆不要 张义突然的一句话 让尤大叔愣了一下 嗯 只要你开口 我就把老婆给你带过来 保证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而且还是你最喜欢的成熟风韵贵妇人哦 张义压低了声音 冲尤大叔露出一个 你懂得的眼神 张义眼珠子瞪得浑原 不由地吞了一口唾沫 谢力没死了之后 虽然他嘴上没说 但是心里面还是很难过的 毕竟四十多岁的老光棍 没钱娶老婆 好容易找到一个女人暖被窝 可不容易 此时听说 张义特地帮他找了个老婆 尤大叔简直乐开了花 他忙不迭地点头 要 当然要了 人在哪呢 快让我看看 慷慨赠车房 尤大叔一听到张义给他送老婆来了 竟然激动地直接从床上下来了 张义看了看门外 就在外面呢 尤大叔闻言 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张义啊 我们家啥情况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张义心里面 那个大无语 不愧是四十多年的老光棍 这种时候还不好意思 你不光棍 谁光棍啊 没事 情况他都了解了 人家愿意跟着你过日子 张义白了他一眼 尤大叔扭扭捏捏的 还是张义拉着他 这才跟着出了门 二人来到客厅 周可正和周海美聊得起劲 听到动静 周海美扭头望过来 他和尤大叔 正好对上了眼 尤大叔看清楚周海美的样子 一时间有些疑惑 不过马上就想到他是谁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你 你难道是周海美 周海美见到眼前憨厚老实 皮肤有黑的男人 心里面轻叹了一口气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 眼前的男人不是他好的那一口 但是 眼下他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周海美大大方方地站起来 走过来笑着说道 你好 你是尤先生吧 尤大叔飞快地点头 像是个无情的打桩机器 张义道 二位今天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在一起过日子 彼此之间互相关照 帮对方解决各种方面的烦恼 世纪从全 客套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这栋房子 就作为你们的婚房 你们踏踏实实地住在这里 我和周可尔暂时搬出去 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事件 张义不想玩那些相亲见面的把戏 省得浪费时间 而且从尤大叔那兴奋的眼神当中 张义看得出来 他很希望与周海美二人单独交流 而尤大叔听说 张义要把房子留给他住 还有些不好啥意思 这 我怎么说才好呢 这房子是你的心血啊 张义却说道 我找到了新的住处 这里空着 岂不是浪费吗 你住在这里 就算是帮我看的家了 我也放心 他在月露小区的记忆 大多是血色的 虽然杀的那些人大多该死 但也有过误伤 离开这里 换一个环境生活 对他的心理健康来说 很有必要 张义凑到尤大叔跟前 坏笑道 而且 大家现在还住在一块 有些事情不是很不方便吗 尤大叔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连连点头 表示张义说的对 而周海美 也是欣喜地点了点头 这房子住起来非常舒适 还配备了壁炉 与完美的保温系统 要是两个人住在这里 比起他云雀庄园的豪宅 都墙上不知多少 张义对周可儿说道 你去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 待会我带你去新家 周可儿愉快地点了点头 然后回房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张义把尤大叔喊到了一边 给他交代其他的事情 走之前 有些事情 我得交代你一下 首先是异能这个东西 你要自己去锻炼和挖掘 它有巨大的潜能与提升空间 能力越强 自保的能力就越强 其次是个人安全问题 对这个小区里的邻居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心软 这一个月以来 你也见过复杂的人性了 所以轻易别相信他们 更不要同情他们 说到这里 张义伸手指了指周海美的方向 尤其不要耳根子软 让一个女人影响了你的思路 有实力的男人 不会缺少女人的 你得清楚 谁才是一家之主 由大叔听得连连点头 不过他到底 有没有放在心上 张义就得看他自己的了 很快 周可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完了 都是些私人物品 他个人的东西不多 反倒是张义给他的各种丝袜 还有内衣 倒是塞满了一个皮箱 张义把东西 塞进一空间里面 走之前 他又把厨房塞满了 这些食物 起码够由大叔二人 吃上两个月 至于之后的饮食问题 就得由大叔自行解决了 他现在好歹也是个能力者 总不能一直靠张义照顾 离开家门 张义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房子 这个安全屋造价八百万华币 曾经帮助张义 在一次次危难当中存活了下来 如今看来 已经显得窄小而又简陋 但是这一个月的记忆 注定会刻骨铭心 张义伸手抚摸了一下 厚重的金属门 势然地笑了 由大叔和周海美二人 把他们送到了楼下 临走的时候 张义看了一眼 那辆雪地摩托车 他微笑着对由大叔说道 以后自己出去找食物 没有个交通工具可不行 这辆车送你了 以后有空也可以去我那里玩 如果以后张义遇到了麻烦 需要让由大叔帮忙 有这个他才能第一时间赶过来 由大叔被张义的慷慨 感动得热泪盈眶 连连摆手拒绝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张义 你给我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我 我不能再要了 张义却很认真地说道 你得为将来着想 可是 你把这个给了我 你怎么办 由大叔一脸地不放心 张义耸了耸肩 我随便一点就可以了 他走到门口 右眼一阵白光闪过 顿时在雪地上 出现了一辆四轮的雪地车 是雪地车 而不是雪地摩托 银灰色的流线型车身 外观不亚于超跑 前面两侧是红色的雪橇 下方则是三个轮子加履带 组成了轮组 车内空间很大 前后两排都可以坐人 还非常宽敞 如果抛开 他的出现 再对比一下旁边那辆雪地摩托车 差距简直不要太明显 完全就是法拉利 与林木摩托车之间的差距啊 尤大叔 周海美 以及周可儿 都看得有些傻眼 好家伙 你管这玩意叫随便 张义叹了一口气 对尤大叔说道 我忍痛割爱 把心爱的摩托给你了 也只能勉强开一开这个 我是真不爱这玩意 耗油量太大了 不过没办法 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 尤大叔 啊对对对 他撇着嘴 心里面有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这就是空间系能力者的优势吗 真让他羡慕 去新家 张义拉着周可儿上了车 然后挥手与尤大叔和周海美告别 过去不舍得开这玩意 的确有节省燃料的因素在其中 这种大型的雪地车 耗油量惊人 雪地上跑 跟平地上跑 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另外之前每天一个人外出 骑摩托车更方便些 不过以后 他能不出门 几乎就不会再出门了 也就没必要那么小气 张义和周可儿离开之后 尤大叔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海美 眼睛里满是热切的光芒 把周海美看得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咱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尤大叔搓了搓手 嘿嘿笑道 周海美点了点头 如今她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就安心跟着尤大叔过日子了 不过仅仅过了一天 她心里面就再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 尤大叔觉醒的 可是强化体魄的能力 浑身像是有始不完的劲 俗话说得好 女人三时如狼 四时如虎 哪怕是周海美这种四十多岁的女人 都被她治得服服帖帖的 从此 死心塌地地跟着她一起过日子 看人不能只看表面 要深入 周海美后来总喜欢给别的女人 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张义开着房车带周可儿回去 一路上 周可儿兴奋地望着外面的一切 她被封闭在小区里面太久了 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四层 如今可以出来 让她的心情都变得愉悦了很多 目光左看看又看看 恨不得把所有风景尽收眼底 可是很快 她的眼里就出现了失望的神色 因为茫茫天地之间 只有冰雪才是永恒的唯一 人类文明留下的痕迹 只剩一些钢筋水泥 没有了繁华的街区 张义 我们的新家漂亮吗 周可儿只能把气带放在新的住所上 张义微微一笑 很大 也很漂亮 比起咱们之前住的房子 不知道舒服多少倍 周可儿的眼睛亮了起来 怪不得 你能那么大方吗 我就说 按照你的性格 不可能把费了那么多心思的安全屋 送给别人 张义却更正道 不是送 只是借给他们赞助 如果某天我们需要的话 还是会回来的 她的手里 还有安全屋的最高权限 和房门钥匙 只要她愿意 随时都可以把安全屋收回 这不是她不信任游大叔 只不过在末世之中 害人之心可以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都是会变的 她得防患于未然 对了 家里面现在多了一个人 提前跟你说一下 好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张义语气平淡地说道 周可儿的双眸之中 却闪过一抹狐疑的亮光 多了一个人 啊 我明白了 她娇笑起来 是不是那房子的原主人还在啊 那倒没有 她让我给杀了 张义想到这里 忽然把车子停在了路边 擦 要不是临时说起这事 她都忘了 把那几具尸体给丢出去 周可儿不知道 张义要做什么 看到张义下了车 她也紧了紧身上的衣服跟过去 就见到张义从一空间 掏出一大堆尸体 然后沿着路边的坡道扔到了 这些尸体 一些是那些死在庇护所的昆 还有三具是王思明 林庚和许浩 周可儿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人 有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说的那栋房子 难道是王思明的别墅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张义习惯性地拍了拍手 回头看着他问道 周可儿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说道 没什么 只是觉得 像他这样曾经宣和一时的人物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死了 有些难以置信罢了 张义不以为然地吃笑了一声 都漠视了 人命如草剑 谁死的时候 都是这样兵枉 别伤春杯秋了 只要自己能活着就好 哪顾得上其他人 张义把尸体丢在了路边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被大雪掩盖 他回到车上 周可儿也跟着上了车 那你留下的那个人 该不会是他身边的女人吧 周可儿盯着张义 车厢里面开始弥漫起一股醋味 张义透过后视镜 看到他撅着的小嘴 觉得分外的可爱 初见他的时候 他还是那个高冷的女医生 可是如今两个人关系密切了 他对张义产生了很深的依赖感 就变成了一个爱吃醋的小女生了 女人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 你别多想 只是那间房子还蛮大的 我怕你自己一个人 每天干活忙不过来 找个人来 帮你分担一下压力罢了 周可儿鼓着腮帮子 柔顺的黑肠直沿着锁骨垂下来 像是个不高兴的小女生 张义的心中 产生了一种宠密的感觉 他笑着说道 别不高兴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罢了 我心里面最爱的那个人只有你 我对你的感情就像高山一样高 他如何能够比得了呢 周可儿撅着的小嘴慢慢放下来 他看着张义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 张义果断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你也不想想 你年轻漂亮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 这么好的姑娘 我不喜欢那可能吗 张义的口才是极好的 红小姑娘的花言巧语 张口就来 或许是被方雨晴欺骗之后 她的心中就失去了 对于漂亮女人的那种仰视感 没有了道德方面的负担 自然从容而淡定 所以说 当你去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卑微 要体现得足够自信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吸引她们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Eason 周可儿抿了名嘴唇 张义的一番话 说得她心里很愉悦 什么医学女博士 在感情这方面 都是一张白纸 漠视之中 吊桥效应所产生的依恋 让她彻底爱上了 身边这个危险 而强大的男人 她搂着她的胳膊 轻轻把脑袋 靠在她的肩膀上 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她甜蜜的小脸上 写满了幸福 张义看了她一眼 心中微微有些触动 她这个样子 倒是像极了 曾经单纯的那个自己 张义不禁也开始问自己 活得如此自私 是不是对的 但是很快她就释然了 如果当一个自私的人 能活得更快乐一点 那干嘛不去做呢 最起码 她从来没有亏欠过周可 这样应该 算不得渣男吧 冰雪一能 张义开着雪地车 带周可去云雀庄园 路上必须经过 路江边的那条路 她打量着江面 心中有些警惕 他们被自己干到了 四个村民 还有八条珍贵的雪橇犬 肯定不会那么 轻易善罢甘休 可是一路看过去 张义并没有发现 江面上有人的踪迹 他们不来找是最好 张义心中如此想到 往回开的路上 雪慢慢变得大了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 落雪不像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猛烈了 毕竟空气中的水分子 是有限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下的小雪 或者干燥的 刮着刺骨的冷风 雪越来越大 张义打开了雨刮 把挡风玻璃上的雪 给清理掉 前方的道路 都有些看不清楚了 这让张义微微皱起眉头 觉得有些古怪 这雪 怎么感觉比雪 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要厉害 风雪越来越大 隔着车舱 都能听到外面呼啸的风声 雨刷都扫不干净落雪了 成片的雪花 仿佛被什么东西 吸引过来似的 齐齐冲向雪地车 张义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 不对 这雪不正常 前方忽然出现了 大片的雪层 竟然直接撞在车身上 只听到 砰 的一声 车身传来巨响 周可儿吓得呀 乐一声 然后紧紧抓住张义的手臂 张义 怎么雪下得这么大 张义的目光 变得严肃起来 恐怕不是简单的大雪了 车子前方一片白茫茫 道路完全看不清楚 车子的前进也变得困难 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就是雪灾突然升级 要么就是 有人在捣乱 莫是 易能 这两样事物的出现 让过去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都变成了可能 张义的右眼 闪过一阵白光 一空间之门 在雪地车前方打开 狂涌而来的暴雪 呼啸着进入了一空间 无声无息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张义清理出了一条道路 加速朝前方开了过去 很快 察觉到雪地车的速度没有减缓 风雪突然转向 周可儿望向前方 忽然惊恐地指着那里说道 龙 龙卷风 就在雪地车的正前方 一道雪龙卷缓缓成形 然后迅速凝聚到数十米高 朝着雪地车就撞了过来 周可儿吓得脸色发白 在这种自然的力量面前 人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渺小了 即便是这辆雪地车 都像是一个袖针玩具 张义什么话都没有说 这一刻他已经确定 这并非什么自然现象 而是有艺人在对他出手 而且极大概率就是来自徐家镇 小概率来自云雀庄园 冷戒 一定要冷戒 这种时候一旦慌乱 可就完了 张义第一次经历敌对的艺人 过去的他毫无异能战斗的经验 网络上得到的情报告诉他 几乎每一个人的变异都是不同的 你永远无法得知别人的力量是什么 更不知道他们的力量会有多大 所以想要打败对手 最关键的就是掌握一种情报 对手的能力 中告诉自己 我的能力是绝对防御 只要我不慌乱 对方就没办法杀掉我 所以 我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而对方的能力 显然有操纵冰雪这一项 他对我的攻击非常精准 人肯定就在附近 首先 我要判断他的攻击手段 到底有多少种 张义瞬间做出了判断 面对那摧枯拉朽般 袭来的巨大雪龙卷 张义立刻在雪地车的前方 打开了次元之门 次元之门的距离 是在张义身体周围三米以内 刚好可以遮挡整辆雪地车前后方位 呼 龙卷风瞬间来到跟前 周可尔惊恐地闭上眼睛 发出一声尖叫 可是瞬息之后 那巨大的雪龙卷 消失在了原地 大地上恢复了平静 只有雪花还在飞舞 缓缓落向地面 不远处的雪堆后面 徐春雷满脸错愕 本来势在必得的一击 怎么就突然之间消失了 无法理解 他不知晓 这是怎样的一种能力 可以抵消掉他 强大的雪龙卷攻击 而用了这一招之后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 显然这种控制大量冰雪的招数 对于他而言 消耗也不小 旁边两个手拿土枪的徐家人见状 低声问道 春雷 你还好吗 徐春雷咬着牙说道 我没事 只是这个家伙果然不好对付 他肯定也是能力者 而且我搞不清楚他的能力 撤 徐春雷毫不犹豫地 下达了撤退命令 人对于未知的事物 永远都是充满恐惧的 徐春雷作为徐东村 如今最强大的支柱 他的命令就是绝对的 旁边二人文言 连忙要带着他离开 而雪地车里面 张艺已经戴上了战术目镜 从一空间取出突击步枪 咔哒 一声子弹上膛 对方的攻击停止了 看来这一击对于对方的消耗 也非常巨大 让我好好看看 他们在哪 张艺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信奉者 即便是生物 由于基因变异而获得力量 也必须符合物理学原理 那种程度的雪龙卷攻击 所需要消耗的能量 对人体而言是巨大的 就像是格斗游戏放完了大招 就会处于气槽的空窗期 这一点 他的一空间就比较bug 因为一空间 没有主动攻击的能力 只有收取和释放两个功能 这二者并不需要消耗能量 但是却可以通过 改变矢量的方法 反弹对手的攻击 张艺要趁现在 对暗中的敌人发动反击 战术目镜戴上之后 开启了夜视能力 一切有热能反应的物体 都会被显现出来 很快 张艺就看到几百米外 出现的三个人形红色物体 他们在陆江的对岸 张艺迅速地打开车门下车 然后举枪对准 那三个人就射 啪啪啪啪 子弹贯穿了空间 从徐春雷几个人身旁擦过去 一个人的大腿瞬间被贯穿 他手里有突击步枪 那个人痛苦地喊道 徐春雷瞳瞳的一缩 转头望向了对岸 隔着几百米的距离 二人眼中的对方 都只有一个小点 距离太远了呀 张艺淡淡地说着 然后迅速把突击步枪收了起来 即便有精准射击的辅助瞄准 可枪械的性能以及风向的影响 依旧无法让他精准地命中目标 于是 他把自己那把心爱的大狙掏了出来 对准了对岸三人当中中间的那一个 那个人的身上 红外反应格外地明显 初次交手 张艺拉动枪栓 扣动了扳机 而在他换枪的空档 对岸的徐春雷似乎提前察觉到了危险 他右手在面前狠狠一挥 大片的冰雪螺旋飞舞了起来 在他们三个人的周围 形成了大片的雪雾 遮挡住了张艺的视线 战术目镜当中的热能反应消失了 张艺的枪出现了刹那的停顿 虽然同样把子弹射了出去 可是直觉告诉他 失手了 但是他没有停止 而是打开了次元之门 徐春雷使用在他身上的雪龙卷 被张艺还了回去 徐春雷看到这一幕 满眼错愕 他怎么会用我的技能 难道他是 复制忍者卡卡锡吗 雪龙卷后发先制 撞碎了漫天的雪雾 徐春雷此时也顾不得身体的虚弱 连忙控制更多的冰雪 来抵挡这股力量 张艺端着枪 仔细地寻找徐春雷三人的位置 只要出现一个空荡 他就会瞬间将对方狙杀在此 碰 漫天的冰雪撞击在一起 发出了十分沉闷的暴鸣声 随之而来的是漫天的雪雾飞舞 如同溅起漫天的烟尘 弥漫在陆江上空 所有的视野都被挡住了 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 张艺皱起了眉头 通过这短暂的交手 他已经明白 对方对于能力的应用并不娴熟 而且第二次出手的时候 他的力量已经变弱了许多 如果自己此时驾车追过去的话 很大概率可以将对方给击杀 但是 出于一贯的谨慎 张艺却没有选择这样做 一 江的对面是徐家镇 那个操纵冰雪的能力者 肯定是徐家镇的人 自己过去几乎百分之百 要陷入对方的人潮当中 二 这里是人家的主场 很可能存在张艺不知道的陷阱 以身犯险毫无必要 三 车上还有周可 思考清楚其中的力弊之后 张艺收起了自己的大拘 他谨慎地后退了几步 然后上了雪地车 有本事的话 你们就追过来找我报仇 不过下一次 可就是在我的主场了 张艺没有恋战 而是驾驶着雪地车 迅速地离开这里 朝着云雀庄园开去 陆江的对岸 徐春雷面如金指 眼睛里写满了恐惧 自从他觉醒异能力以来 帮助徐东村建立了在徐家镇的霸主地位 周边几个村子 都被他一个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还是第一次 他的能力被人破得干干净净 差一点连命都留在了这里 剧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是主角吗 徐春雷真想放声大哭 旁边被榴弹打穿了大腿的哥们 朝他伸了伸手 春雷啊 先别感慨了 你 赶紧送我回去吧 我快不行了 徐春雷露出苦瓜脸 你不行了 我也不行啊 刚刚那一番战斗 对他的消耗也十分巨大 那种超凡的能力 可不是随便使用的 剩下那个没受伤的哥们 仰天长叹了一口气 你们俩别说了 不就想让我一个人带你们回去吗 他无奈地一边架住一个 艰难地带着他们 一步步往徐家村走去 张义带着周可尔离开了这里 路上再也没有遇到其他阻碍 这一次战斗 对他来说收获颇大 毕竟是头一回与一人发生战斗 让他对于自己能力的使用 又多了一些领悟 回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 未来的世界 怕是会成为异能者的天下了 张义内心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一旁的周可尔 看着他严肃的表情 想到刚刚的那场战斗 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自己饱满的胸脯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 还好有你在 对了 战斗的结果怎么样 那个人被你杀了吗 面对周可尔好奇地询问 张义摇了摇头 距离太远了 而且又是晚上 我不好继续追击 不过那个家伙 应该也吓了一大跳 不敢轻易过来找我麻烦 张义目前最有效的攻击手段 是枪 如果对付艺人的话 狙击枪是最佳的选择 而且以他的能力来讲 最合适的战斗方式 是防守反击 或者蹲点狙杀 周可尔有些担忧 那他以后会不会来寻仇啊 按照他表现出来的能力看的话 他应该是 可以远距离操纵冰雪的艺人 到时候说不定一场雪暴过来 就把咱们住的地方给埋上了 张义淡淡一笑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的新庇护所绝对够安全 哪怕被雪给埋上 也不影响生活 而且以我的能力 也不害怕他的进攻 张义的异能 可以说反弹一切物理攻击 是堪称绝对防御的神迹 有了张义的说明 周可尔放心地露出了笑容 二人一路来到了云雀庄园 张义带着他回到101别墅 看着面前屹立在雪中的 巨大黑色别墅 周可尔的眼睛里 也露出了期待之色 这可比之前的安全屋 壮观太多了呀 张义打开门 带着周可尔 从通道里面走了进去 开灯 他发出指令 客厅里的灯光立刻亮了起来 华丽的客厅 被明媚的灯光照耀 显得更加奢华 头顶上那盏九层的水晶吊灯 是从国外进口的高档货 造价超过千万 贵的东西自然有贵的好处 晚上的时候 它闪烁着金色的光滑 美轮美奂 完全是一件华丽的艺术品 即便是周可尔这位家世不俗的小姐 此时也是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了 眼睛里闪烁着喜悦 好奇的光芒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吗 好漂亮啊 张义打开手机 查看了一下监控里面的杨幂 他此时正躺在床上 身上只穿着一套黑色的性感蕾丝内衣 正正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由于完全不知道有人在偷窥 他的姿势都大喇喇的 呈大字形在床上一次摆开 那种慵懒的感觉 配合他性感的身材 充满了诱人的味道 张义微微一笑 对周可尔说道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家里面的两个女人 总是要见上一见的 张义打算给他引荐一下 周可尔点了点头 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好奇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 张义则是来到地下一层 杨幂的房间 怎么是你 地下一层的房间很大 每一个都有50平米左右的空间 里面除了一张双人床外 还有独立卫生间 书桌 以及摆满了书的书架 杨幂出到这里 心态方面还没有完全适应 被一个陌生的英俊男人 当今思雀养起来 这种感觉说不出来的微妙 他有些心安 7.房间厚重的金属门忽然被打开 杨幂吓了一跳 赶紧坐了起来 然后拿起衣服 遮掩自己的好身材 张义从门外走了进来 笑着看了一眼他娇媚的身材 然后说道 过来吧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杨幂一脸疑惑 朋友 见了你就知道了 张义想了想 又说道 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你还得喊他一声姐姐 杨幂瞬间明白过来什么意思 他是你女朋友 差不多 差不多 杨幂的脑袋都快晕了 没想到 一来就是遇到这种修罗场 快穿好衣服上来吧 张义说完 转身离开 杨幂咬了咬嘴唇 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堂堂华国顶流明星 一线花旦 竟然要和别的女人一起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他把两条黑丝长腿 放放到床下 开始穿起张义 送他的那件黑色连衣裙 思索了一番之后 他的眼中 闪过一抹坚定的神色 女人之间的初次见面 可是需要分胜负的 他必须得好好打扮一番 张义回到一楼 也没有着急催促杨幂过来 他是懂女人的 只要是出门 不拖他个一阵子 那都不可能 果然 杨幂足足过了二十分钟 才缓缓 从扶梯走上了一楼 周可尔坐在张义的边上 心中也是充满警惕 同时不忘记拿出化妆包 给自己补妆 两个女人心里面 都在暗暗地叫着静 杨幂走到了客厅 正要笑着打招呼的时候 他和周可尔就对上了眼 空气一瞬间 陷入了寂静当中 两个女人大眼瞪小眼 眼睛里满是惊讶 懊恼与羞耻的神情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二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周可尔的眼睛里 带着几分恼怒和冷漠 杨幂则是眼神躲闪 不敢看周可尔的眼睛 张义也是没有想到 两个人竟然认识 你们俩 是什么关系 张义指了指二人询问道 周可尔咬了咬嘴唇 一脸愤愤地说道 她是我表姐 张义也是有些发呆 她没想到竟然会这要求 自己救下来的两个女人 还是表姐妹 可是看你们俩的关系 似乎有点僵硬啊 她有些不理解地说道 周可尔气呼呼地抱着胸 是有些矛盾 张义眉头一皱 感觉问题不太对劲 这个时候 她看见杨幂在对她使着眼色 让她过去 张义走了过去 杨幂把她拉到一边 用哀求的眼神说道 张义 求求你 能不能不要让她知道 我们俩的事 张义摸了摸下巴 我们俩的什么事 杨幂羞涩地说道 就是我们俩的交易 张义看着二人截然不同的反应 心里面更加好奇了 为了彻底弄清楚 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张义把他们拉了过来 让他们好好跟自己聊聊 从二人的态度当中 她看得出来 杨幂明显是心虚的那一方 而周可尔 对她的态度并不是很好 似乎有些怨愤 经过张义的一番询问 她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杨幂的母亲姓周 按辈分来算是周可尔的姑姑 周家和杨家 周家都是有名的书香门第 家族当中人才无数 周家在医学领域非常厉害 家里面很多都是 国内外医学界的大能 而杨家 同样也是出过许多教授 甚至杨幂的爷爷 曾经担任过 华国清远大学的校长 而矛盾点 就在于杨幂选择进入娱乐圈 对周杨两家而言 家里出了一个戏子 是有辱门风的事情 尤其是一个姑娘家 进入娱乐圈这个大染纲 名声就算是败坏光了 周可尔一想到这个就生气 因为他的事情 圣经上层的圈子里 很多人都在嘲笑我们周家 甚至 我自己 也没少因为有个戏子表姐 而被人拿来开玩笑 你说 我能不生气吗 杨幂轻声一叹 可是我喜欢演戏 喜欢被人重心捧跃的感觉 有错吗 周可尔文言冷笑了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要是成名成家 也就罢了 偏偏又是靠着身材出名 自己为什么能火 你心里面没数吗 张义的眼睛盯着杨幂的身材 他给杨幂挑选的是 是一件低胸的黑色过西连衣裙 把他饱满的胸脯 完全地凸显出来 更是让他纤细的黑丝小腿 可以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中 他点了点头 非常认可周可尔的话 杨幂的作品 他没怎么欣赏过 他只是单纯地缠他身子 杨幂被周可尔对得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自己也知道 出身那样的家庭 做一个靠身材谋出位的明星 是有辱门庭的事情 所以 对周可尔这位表妹 他心里面也有歉疚 尤其是现在 自己竟然做了表妹男朋友的情人 更让他没有脸面对周可尔 关键时刻 还是张义站出来打圆场 过去的事情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这里以后 没有什么书香门第的小姐 也没有什么顶流花旦 你们只是共患难的邻居 张义的口吻 带着不容反驳的压制力 纵然周可尔对杨幂有些怨言 也只好忍耐下来 而杨幂看着周可尔 则是眼神当中带着亏欠 接下来 张义就给两个女人 分配了各自的任务 倒也不算复杂 主要就是打扫屋子的卫生 以及对于后面植物园 和农田的管理 那些地方不要荒废了 你们要把植物园和农田打理好 明白吗 张义对二人说道 周可尔和杨幂都很高兴 如果让他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他们会憋出病来的 而照料植物 种植一些蔬菜粮食 可以充实他们的生活 你也不想他知道咱俩的关系吧 张义给周可尔安排好了房间 是在二楼 他的房间也在这里 讲完了基本的要求之后 他就吩咐周可尔去收拾屋子了 周可尔听话的过去了 等到他离开之后 杨幂这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他看着张义 无比诚恳地说道 张义 谢谢你没有说我和你的事情 我对他已经有所亏欠了 所以今后我们俩 能不能悄悄地 不让他发现 敲自己表妹男朋友 这种感觉 让他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 张义的嘴角 缓缓勾起一个变态的弧度 这房子虽然很大 可是三个人住在一起 想要让周可尔不发现 谈何容易 杨幂这种说法 等于是自欺欺人 不过他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他甚至觉得 这像是在偷Q 心里面甚至有些刺激 于是他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嗯 没问题 我尊重你的意见 杨幂没想到 张义答应得这么痛快 他长输了一口气 朝张义攻身致意 谢谢你 他却忘了自己穿着低胸礼服 这么一个动作 呈现在张义面前的 就是隔着马里亚那海沟的 两个白色半球 四 真是个诱人的妖精 张义不由得有些上火 杨幂察觉到 张义的眼神不太对劲 脸色一红 赶忙站了起来 我先去做饭吧 张义有些惊讶 你还会做饭 杨幂的脸上露出一抹 傲然的神色 当然了 不要以为 明星就是生活中的废物 我无聊的时候 就喜欢自己做饭 来排解压力 他走到客厅一角的 开放式厨房 弯下腰 开始翻找柜子里的食材 咦 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啊 张义见状 走到了他的身后 他看到了一个新型的事物 呈现在眼前 不得不说 大秘密的身材 是真地棒 张义忍不住 用手去体验了一把 啊 你干嘛 杨幂羞红了脸 紧张地站起身来 向后躲去 同时担忧地看向楼上 还好周可不在 他羞脑地跺了跺脚 不是说了吗 不要这个样子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张义笑道 没办法 你太迷人了 我有些情不自禁 说完 他从一空间 取出一大堆食材 放到了桌子上 这些东西够用了吧 杨幂看见凭空出现的 许多食材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鸡 鸭 鲁鱼 猪肉 还有鲍鱼和海参 瑶柱 我的天啊 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杨幂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他已经太久 没有见到这些食材了 而且看上去 不像是冷藏了许久 非常的新鲜 虽然都是生的 可杨幂的喉头 还是忍不住蠕动了一番 食欲从内心和胃部 涌现了出来 张义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以后我们家里都这么吃 杨幂的心中 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庆幸 杨幂吓了一跳 刚想喊 却意识到 周可儿也在客厅 呜 他赶紧捂住嘴巴 然后一脸羞红地 对身后的张义说道 你 你干嘛 这是在客厅里啊 张义笑道 有什么关系 他在看电视呢 你小点声 他是不会发现的 杨幂反驳道 怎么可能 不要在这里 但是张义根本不听他的 你好好做饭 别把菜炒糊了 蜜不敢闹出太大的动静 只能一手捂着嘴 一边继续炒菜 两酒之后 张义身心舒坦地 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 然后来到周可儿的旁边坐了下来 周可儿的眼睛 死死盯着电视屏幕 可是他的脸上 明显出现了异样的红韵 张义看了他一眼 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 饭做好了 你们快来吃吧 杨幂努力笑着招呼张义和周可儿 过去吃饭 周可儿咬了咬嘴唇 不愿意起来 还是张义拉着他过去的 杨幂拢了拢头发 脸上带着一丝尴尬 刚刚的事情 可儿应该没发现吧 他心怀侥幸地想到 张义笑眯眯地拉着周可儿 坐在自己旁边 来 尝尝大薰的手艺怎么样 饭桌上一共四个菜 红烧鲁鱼 爆炒腰花 拉皮炒肉和鲁鱼蛋汤 周可儿尝了一口鲁鱼 就不屑地轻哼了一声 盐放多了 这怎么吃啊 杨幂低着头巴拉米饭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毕竟刚刚那种情况下 的确不容易把握调料的分量 张义看在眼中 心里面却在微笑 他 就是故意要让两个女人之间 争风吃醋 关系不能够和睦 万一他们达成统一战线了 就会一致把矛头对准张义 而且 当得知他们俩 竟然是表姐妹的时候 张义的心中 不由得也多了一分警惕 他们是表姐妹 自己不就成了外人吗 虽然这两个女人不蠢 但是他们联手对付张义 然后抢下这座别墅的可能性 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当然 那是小概率事件 毕竟生活物资 都在张义的一空间里放着 没有张义 他们得到这栋别墅 也毫无作用 可是 小心使得万年传 小心一点总没有坏处 所以他才会故意 当着周可儿的面 与杨幂亲热 那种动静 周可儿一点察觉不到 才是怪事呢 张义笑眯眯地 看了一眼旁边 还在生闷器的周可儿 给他加了一筷子爆炒腰花 来 尝尝这个 这个味道好 补一补身子 周可儿脸上的表情 舒缓下来一些 他朝张义张开嘴 啊 张义笑着 把菜塞进了他的嘴里 周可儿含住筷子 把这口菜吃下去之后 定向小蛇舔了一下嘴唇 抛给张义一个魅惑的眼神 同时故意瞥了杨幂一眼 似乎在宣告自己的主权 张义内心狂喜 果然竞聘上岗 才是激发员工 积极性的最好方式啊 爱是一种病 当天晚上 张义睡在周可儿的房间 对待这两个女人 她得羽露均沾 维持均衡才可以 万物存乎均衡之间 周可儿靠在张义的怀里 眼巴巴地望着她 张义 你更爱我还是更爱她 张义笑着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傻瓜 我更爱的人当然是你了 她怎么能跟你比呢 你可是我宝贵的奶妈牧师 她不过是一个演员 我和她逢场做戏罢了 可是我看你们像连续剧 傻瓜 别多想了 你怎么能怀疑自己 在我心中的地位啊 这番话也不算说谎 从属性上来看 周可儿明显比杨蜜更有价值 而杨蜜的优势 仅仅是技巧更为娴熟 而且身上有明星光环罢了 听到张义的话 周可儿笑得很开心 她仅仅抱着张义 我就知道 你最爱的人是我 看着怀里小女人姿态的周可儿 张义只是淡淡地笑了 爱情 张义摇了摇头 心中对此物不甚以为然 她心中想到 我不需要爱情 我也没有时间恋爱 我是个男人 有时我需要一个女人 但一旦我的情欲得到满足 我就准备做别的事了 女人除了谈情说爱 不会谦别的 所以 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 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她们还想说服我们 叫我们也相信 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 实际上 爱情是生活中 无足轻重的一部分 我只懂得情欲 这是正常的 健康的 爱情是一种疾病 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义一直都在观察 周可儿与杨蜜之间的关系 为了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张义更是故意在周可儿 能看到的情况下 与杨蜜亲近 客厅里 厨房里 浴室里 马桶上 她甚至把周可儿的衣服 拿过来给杨蜜穿上 或者带着她去周可儿的房间 周可儿对张义 自然是不敢有抱怨的 可是这种极度的火焰 让她对杨蜜的敌意 更深了许多 一个年轻人满脸脾气地问道 哥们 你的车和枪都是哪来的 张义冷笑 祖传的 几个人手里牵着狗 目光交流 仿佛是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撤退